我是Cindy 今天来介绍我家的白日草 这是新开的 新买的三盆五十元的白日草 那它是新开的 所以呢颜色都很鲜艳 然后叶子呢 也是绿绿挺挺的 然后有粉红色 红色黄色 这个白日草呢 为什么叫白日草 听说它可以花一开 可以开一百天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盆 已经买了一个多月的白日草 在这里 这个就是已经买了一个多月 快两个月的白日草 这个颜色呢 刚买来的时候是建成的 粉红色跟白色 看起来是很美 有建成色 然后呢它一直开一直开 已经开了一个多月 然后越开颜色越淡 你看颜色越来越淡了 然后甚至呢 这有一些已经快枯萎了 但是听说呢 这个花呢 从它开一直到它卸 它会颜色越来越淡 但是它可以开一百天 所以呢 这个白日草呢 就叫做白日草 是因为花可以开一百天 那它的叶子呢 因为已经一两个月了 它的叶子呢 也没有那么挺 然后比较枯萎 枯萎一点点 然后所以呢 这个就是白日草的特性 但是它这样子呢 整年听说可以开到八九个月 然后花是可以开 一朵花盛开了以后 可以开一百天 所以又叫白日草 我觉得是蛮神奇的一种 一种花 那这个新开的呢 听说才会非常的鲜艳 这就是白日草 很奇妙的地方 那我们再看回来 隔壁呢 是有一个新开的 今天早上开的木井 又叫扶桑 美美的在旁边 所以再看回来 这个是新开的白日草 就是非常的鲜艳 那我们今天介绍 我家的白日草 然后并把它拍摄下来 做纪念 好拜拜 介绍到这里